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10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三个话题是 对中国火力全开 副总统彭斯的中国政策讲话 看点何在 习近平路线全面左转 国家是祸是福 中国刁民海外滋事 北京为何力挺 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 政论作家 时局分析人士 陈破空先生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 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 中国著名的左派学者 司马南先生 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关系 美国副总统彭斯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 哈德信研究所发表长篇演说 全面谴责中国内外政策 并阐释美国的应对之际 下面我们请三位嘉宾来一个热点快评 来谈一谈 彭斯讲话的最大的看点 首先请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演说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斯副总统简略地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 揭发了 落泪了中共对美国全面渗透 在经济上占美国便宜 在安全上重创美国利益 以及对美国社会学界的各方面的渗透 同时表达了美国坚决反击的决心和行动 与此同时他表达了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区分得非常清楚 他一边是全面反击中共 另一方面是全面的声援中国人民 表达了美国捍卫普世价值 拱卫世界这个文明世界的决心和信心 好的 下面教授您的看法 对 我觉得第一 他的讲话应该跟特朗普总统 在联大的讲话应该放在一起来看 第二 他显示出现在你刚才说的一个全面的对中国的批评 所以他跟中共的对抗其实走向全面的增及 无论从贸易 从金融到军事到战略到文教 科技和教育方面等等 第三个 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的当今的政府 一反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做法 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 尤其是过去二十年左右 美国已经失去了对中国政府 对中共的批评 所以丧失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唯一的一个反对党的这么一个角色和地位 今天我们可以很高兴地看到美国再次成为中共的唯一的一个反对党 另外一个我觉得你的指出的是 美国现在就是说把这个球其实踢进了东南海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 或者要改善结束今天的贸易战 必须在改革和开放 不是在延迟上 而是在行动上 你们必须要做出这个表率了 做出回应了 那么这样的话才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关键 最后一点我想提出一下了 从这个讲话里面可以看出了 在海外的 尤其在美国的过去的民主运动的各方 那个人士了 对那个就是美国政府了 它的影响力了 从这篇讲话中呢 我觉得明显的反映出来看到 这点呢 各个反对势力 他们的官司议题都得到了那个就是提及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 好的 司马来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很迷远 很意外 我怎么觉得我的看法至少在表述上 在一个观点上跟陈普通先生 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都认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化时代的 但是我这个化时代跟他那个化时代不一样 我觉得化时代就是彭斯先生所发表的 这一番谈话有强烈的冷战意味 似乎在表明美国准备拉开架势 跟中国展开前面的冷战 彭斯先生 我是佩服的 他能够积攒那么多的材料 把国内国外的 往上往下的 各种各样的反对中国 诋毁中国 责怪中国那些话 打个大包 一团纸揉成一团 扔到中国人民的脸上 但是在中国老百姓看来 彭斯先生做法 很像是猪八戒到达一耙 这分明是无端指责 有一种人是这样的 他自己贼喊捉贼 所以他就要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来 表现出自己两眼目视斜前方 自己大意凛然的架势来 到底谁在这个世界上动作干涉别国内政 动作推翻别国的主权 我觉得全世界人民心知肚明 至于改善中美关系 自己说球踢到了中国脚下 毫无疑问贸易战是美国人挑起来的 现在在从东海南海到台湾海峡 更多样的事情上 美国在对中国极限施压 但我有一个判断 美国这种极限施压 很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实现目标 1950年的时候 新中国那么弱都不怕 今天中国人民 我相信太极拳老拳师 心里是有定力的 美国的王八权随你随便怎么抡 还有一个意思呢 就是特朗普总统的 这个副总统彭斯先生 我觉得他确实在相当程度上 代表特朗普先生的观点 而且在性格上也特别像 在外部形象上也比较统一 都是有一点不太靠谱 对这个世界不到负责任呢 好的 我想请陈伯庚先生和夏明教授 很短的回应一下 陈伯庚先生请讲 我想这的确是一个新冷战宣言 是一个讨供习文 但是这是美国被迫迎战的新冷战 这个新冷战是由中共方面发起的 不管是南海的问题 东海的问题 还是贸易战 都是由中共发起的 中共单方面对美国发动贸易战 已经持续17年 甚至更长时间 美国不过是贸易反击战而已 而在南海 东海这些挑衅问题 在台海制造危机 军机扰台 军舰扰台 全都是由中共单方面挑起的 美国做出全面的回击 而司法廷先生刚才提到一点 我必须纠正 他承认在这个新冷战宣言 是个讨供习文 但是再一次的 没有读懂彭斯的报告 彭斯的报告分明 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分得很清楚 其中提到 中共对中国人民的镇压 对佛教徒 对新疆 对基督教徒的大规模的迫害 是空前的 而对中国人民的自由是空前的 而美国由副总统来发表这个演说 已经显示 美国方面留有余地 希望习近平当局改先一辙 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 给予中国人民更大的自由 同时停止损害美国利益 停止损害对抗文明事件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停止道心议施 中美关系仍然有改善的前景 所以当司马来先生 把中共跟中国人民混淆的时候 我想告诉大家 彭斯这番讲话 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一贯所论述的这样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中国威胁 只有中共威胁 这是中国人民 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面临的共同威胁 好的 司马来先生给你一个 很短的时间回应 只有30秒钟 请讲 第一到底是谁是被迫的 谁是打了遭遇战 这是事情 全世界舆论是讲得很清楚的 至于说 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觉得 我猜测呀 那是一个心理 叫只许中国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中国人民要想过好日子 要奔小康 要过幸福生活 美国有些白人老爷们 他们心里不舒服 不愿意 而有一些 中国的同胞自己 也愿意变作 为这些老爷们辩护的 一些卖力的打工者 我佩服陈先生 这一番变白 但是你说的话 是没有道理的 是错怪了中国人民 好 最后我再请夏明教授 来做最后的结论 这一部分 夏教授 对 因为我觉得了 就是司马先生呢 把就是中国人民 作为一个人肉盾牌了 其实在捍卫一个专制政权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问题在于 像司马先生这些言论了 其实呢 我觉得在忽悠中共的 这些最高的领导人 因为中国领导人呢 已经对世界了 已经误判 已经没有就是 基本的世界观 那个和国际全球观 那么现在司马先生 还有其他的一批人 我觉得使得中国的 这个决策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呢 其实是一种 盲人下马斑 走进了泥坑 不是说现在是一种威胁 是一种威胁 其实中美的这个 全方位冲突了 其实已经爆发了 我希望北京 我希望司马兰先生呢 等等呢 要做好事项准备 和各方面的准备 好的 有关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呢 我们就评论到这里